不可以吃大蒜 大蒜不吃 另外还有这个飞 飞菜 飞菜好像是属于韭菜 韭菜 韭菜就是飞菜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新漆 新漆中国没有的 在天土才有 所以那不怕 反正这里没有的吃 你这个韭菜 大蒜 各种的葱 就叫做五性 七天或者是说 二十一天 那么你这样子 每一天喝这个水 就会变得很聪明 他这样子 在睡闷中 俱见地藏菩萨 现无边生 以四人处 受贯顶水 其人梦解 济佛聪明 那么 因是经典 伊利尔根 济当勇济 勇更不忘失 一济一济 这个记忆力就会变好 人也会变得聪明 这已经在教你了 聪明征济义法 聪明征济义法 用供养的 那你这个供养 用供养的方法 那么很省重的把这一杯水喝下去 命孔要向南方 跟地藏王菩萨祈祷 那么时间是七天跟二十一天 那 那记得在这七天跟二十一天当中 不要吃五性 跟酒 肉 邪淫 妄语 跟杀害 跟杀生都不可以有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他又告诉观世音菩萨 一般人家中啊 经常走这个不好的运气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像经济会发生困难 那么会生病 这个房子无缘无故也会倒塌 有这个胸像啊 胸衰的像出现啊 那么家里也不安啊 一下子这个病 那个病啊 见鼠分散 不平安啊 很多意外的事情 出气啊 跌倒啦 又是车祸啦 又是受伤啦 晚上 做的梦都是不好的 睡梦之间啊 都有经过啦 这里面他有教你呢 那世人等 闻地藏明 见地藏行 自心恭敬 念满万遍 要念 南无地藏王菩萨 要念满一万遍 所有不如意的事 渐渐就消灭 既得安乐 衣食风意 乃至睡梦中 戏皆安乐 就念一万遍的 南无地藏王菩萨 他这里面讲 就可以睡梦 你就晚上在睡的时候就很平安 梦境也是很平安的 一切都是很好的 那平时呢 你这个家里一些的不好的事啊 通通都可以发解掉 这个可以讲是属于这个梦安法 是属于梦安法 另外呢 这里有平安法 他第三个又讲平安法 他这里讲啊 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讲说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 佛因自生 什么是自生呢 是说去帮人家生产 自生 就是帮人家生产 佛因公私 有些是公事 有些是私事 佛因生死 自生就是生啊 死的话 好像你要回去啊 好像这个祖先啊 或者仙人啊 这个死亡的时候啊 你要 你要那个 哦不是啦 祖先早就死亡 是不是 好像是说这个 长者啊 过世的时候啊 你去 你要去送上 这就是死 佛因急事 有很紧急的事 入这个山林中 到深山里面啊 我过渡河海 渡海了 乃至大水 佛经险道 那里都是很危险的 这些道路 这个时候啊 这个人应该要念 地藏菩萨名万遍 也是念 地藏菩萨的名 一万遍 所过的土地 鬼神 为父 行住座 永保安乐 乃至逢以 辅 狼 狮 狮 狮子一切毒害 不能损之 这个都是重点 这个是属于平安法 跟地 跟前面这个 梦安法是差不多了 所以合起来 应该是属于 这个平安 梦安法 平安梦安法 其实他这里面所讲的 这个都是会遭遇到的 因为现代人 以前古代 那个佛陀 他当然不知道 这个你出门 做什么 他可能是知道 但是他没有讲 因为那时候讲 也是太那个了 他假如是佛陀 生在现代的话 他就会讲 你坐飞机啊 坐飞机啊 坐轮船啊 开车啊 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吧 他这里面都没有讲 你开车啊 对不对 坐轮船啊 那时候还没有轮船 或者是那个 坐飞机啊 他假如生在现代 他就会这样子讲 其实他就是讲 在讲这个了 你不管是公事私事 或者是说 你要去看亲人 那么亲人在别的国家 你就是要坐飞机的 要过海的话 要坐轮船啊 那么要不是乘飞机 就是那个 那么要很远的话 你要开车啊 都是很危险的 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么都会有意外的 所以你要念满南无地藏王菩萨万遍 那你就平安了 大家都身上不用放这个平安符 因为你只要念满一万遍的南无地藏王菩萨 就是平安符嘛 这个就是平安符了 斯嘉莫尼佛已经教你 那你坐飞机也平安 坐轮船也平安 你这个 不管怎么样 你开车也平安 开车也是很危险的 我讲过开车 经常有车祸的 今天我收到这个 中正理工学院第14期 这个毕业同学的 有一些已经过世的死亡名单 有三个重点 三个很容易死的 一个是脑溢血 就是脑溢血 头脑里面血管爆裂 脑溢血死的 是主要的 这个令你死亡的原因之一 一个是心脏病 心脏 心脏病 心血管阻塞 或者心脏停止 心脏病 死的是第一跟第二的 这脑溢血跟心脏病 第三个是车祸 车祸就死了好几个 所以不要小看车祸 车祸真的是死了 是很恐怖的